說這邊圍滿了人 吃什麼這麼開心 烏腩少吃一點 這麼香 原來大家吃的是烏腩 每年九月到十一月 就是烏腩成熟市 在珍城這個景區 有超過三千棵的烏腩住 每日果農上樹打腩 讓遊客品嘗新鮮的烏腩 香味 有腩香的味道 烏腩附含維生素斯 是蘋果的三到四倍 而且還具有抗氧化 抗衰老的功效 既可以鮮食 又可以醃製成懶角 而在烏腩節期間 還特別推出烏腩曲奇 烏腩池巴 還有增城客家小食 烏腩花生糖等一系列 大家聽都未聽過的食法 花生和曲奇 真的沒試過用這些烏腩來做 有得食之餘 遊客還可以親自嘗試打懶 戒懶、曬懶等的過程 體驗農家生活 六、七十年代 那時候沒什麼玩 拿條線來戒 哇,就夠了 看開網式 還有精彩的武術表演 有,我七十歲 那天我爬上山上山 我以為你五十歲 但又是健康 除了健康以後 我們又充滿活力 在景區的烏腩文化館 遊客還可以近距離欣賞 濫雕過程 見識出神入法的濫雕技藝 而且還展出四十件 濫雕傳承人 真超雄師傅的作品 到10月8日 我們將會有 很美的濫雕展示 市民和遊客還可以免費試吃新鮮烏腩 想向這個景區 可以走廣河高速 在宜隆出口左轉就到